一个竹太阴皮筋的大穴 它是在我们的膝盖内侧 膝污我们先找到我们的膝盖 弯起来的位置 然后上面扇指的位置 有一个叫做血海的穴道 血海深仇的血海 血海深仇 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皮是铜血竹血的位置 如果说我们皮不涉血的时候 我们肠胃循环会不好 所以皮筋一定是最重要的 在所有减重之前 我们都应该先按下自己的血海穴 对 所以我们就是像这样子 自己这样子按就可以了 平常坐着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子按 大拇指的位置 就是我们血海穴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一次按重的话 它会非常非常的酸 对 真的 对 这就是血海穴 好 血海穴 那第二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肚脐上 一寸大概一指幅的位置 就是水分穴 水分穴它顾名思义排水 消水肿的 所以我们先把皮筋的气血循环 运送好之后 我们再按这个水分穴 就可以帮助水分的排除 就可以达到第二步减重的效果 对 有些人水 那个水肿都积在脚上 对 没错没错 就可以多按这个水分穴 对 水分穴按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手弯起来 像这个样子 攻手的时候 然后我们其实在这个手肘 肘横纹到底的这个凹陷的地方 就是像千平现在手这个位置 哦 对 就是这个 按下去会哦 麻筋的那种大肠筋的感觉 所以它就是阻大肠趋持血 哦 那这个可以帮助 其实可以帮助大肠的排毒促进代谢 所以我们的一些排便比较顺畅 刚刚按的水分穴的水分也会借由这个方向来把它排出 所以可以帮助减重促进代谢 对不对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观众朋友也很在意的瘦脸 对不对 没错没错 瘦脸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在我们把牙咬紧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夹狙穴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牙齿用力咬 在侧边会有两个咀嚼肌凸起的这个位置 按下去非常非常的酸嘛 我们平常只要用我们两根十指 然后经常按压这个位置 按下去会非常非常的酸 对 三秒钟之后再放开 每天持续五到十次就可以了 常常按这个脸就不会下垂 然后脸会比较V 好耶 所以也不用买什么V脸霜咯 不用不用 我想按穴道效果会更好 当然搭配起来我想双管齐下也不错啦 好 所以观众朋友在看电视啦 或者说在办公室对不对 对 无聊时就按一按 就无聊时就按一按啊